哈喽,大家好,我是真老邪 古人常说,拜文不如一见 自从看了《上海堡垒》这部电影 我仰天长笑,古人沉不起我 这部上映不到五天 因为排片就像到0.2% 上映不到一周就全国下映的 几乎换动中文演员圈历史DV的电影 这几天正式登陆各大平台 我在焚香沐浴 将燕竹子放在冰箱里冷静了一夜后 我终于打开了这部神篇 然后我就昏迪在了椅子上 陷入了深度睡眠 一觉醒了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某只瞎不住老邪看上海堡垒 竟然昏厥当场,这是真事 影片一开始就是背景介绍 说人类获得了名为仙藤的能源 结果引起外星人的寄予 那么这个仙藤到底有多厉害呢 按照这部电影的说法 一个上海市这么大的仙藤 也就只能让李云龙来那么一发意大利炮 外星人跨越几千光景的距离 就为了占领平安仙城 我寻思有这个时间 去登那动港单车发电 比抢这个来的有用吧 总之世界各大城市相继陷落 现在只有上海这个希望之城了 在抗中心总部呢 来自全球的高级指挥人才 司令官阿呆姐跟总司令阿瓜哥 就在讨论 说下面这四个人都是优秀的人才 有着巴拉巴拉不同的才能 听起来好像是个能够打配合的团队 而其中呢 有我们男主刘海哥作为优秀 对 能在军队里把帽子填上天的 那能没点特长吗 等外星人来了 怕他不是要学美上去战士 到时候把刘海撤下来当飞标用吧 在刘海哥的自我介绍中才知道 他竟然是指挥中心后勤部的普通士兵 兼总部防御系统检修养 兼总部发射系统检修养 兼四大高端储备人才之一 考虑到这部电影中 这个所谓的总部 一共也就司令员与总司令两人 刘海哥身权数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不定呢 私下里总司令还负责做饭呢 总之呢 这都不重要 在这天上班的时候 男丽主角在电梯中偶遇 这种略在不伦练的尴尬 在电梯里蔓延开了 我犹豫了一下 在母子相忍与姐弟矛盾的情节中纠结 让阿哥拉平台的标题 给了我一记心灵重击 陆寒书期末日恋情哭爆全场 看电影陷入深度睡眠 被误以为整个电影院机体暴毙 然后被吓哭吗 真的有毒 可以看到 即使是在世界末日 刘海哥还没忘记短信撩妹 结果第二天 外星人突然嵌入 刘海哥居然请他去玩了 而这些视频都还在购物 对 外星人来毁没地球 其带来的影响 甚至还不如理发店充一百充一百的活动 这很娘的 不仅如此 虽然外星人刚刚入行失败 但是这四大废才也没闲着 他们不仅没有感到担心 发出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夜店 然后在这喝酒笨迪 真的地球快灭亡了 你们还有心思笨迪 而且居然还有人开业 你还记得你是灾难片吗 导演当然不记得 因为他在中间唱一点深夜食堂 就是男主角一边在吃拉面 一边聊人生 他让他去修个零件 也能看星星看月亮 前面我说这个女主叫阿呆姐 总司令叫做阿瓜哥 不是我随口一说 作为可以说是总指挥 他的智商跟草里虫差不多 当外星人在保护罩之外停留 所有人都看出来 这外星人有阴谋 只有他俩没看出来 反而是我们的后期部小兵 刘海哥提醒了他 眼看外星人第18000次 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 再次来到了指挥总部 关闭了毫无保护措施的 人类最后希望的保护罩 那个四大废物之一自包了 顺便把指挥部炸成粉碎 当外星人第28000次 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 再次来到了指挥总部 这个四大废物之一又自爆了 顺便把指挥部大门给炸了 真的 原本我以为你们是什么救世主 谁知道仔细一看 他娘子居然是魔救中人 不仅如此 四大废物在这三大台开飞机 结果被外星人缠住了 刘海哥大吼一声 你旋转80度后空翻 然后自己撞上去了 不仅仅把外星人撞死了 自己的飞机也爆炸了 看到这里我的朋友问我 为什么口吐白沫 我回来说你怎么不关心一下 我为什么会吃劲呢 看到这种做事操作 我觉得外星人都要笑哭了 后面外星人再再再次入侵 谁知道这唯一的大炮受损 无法发射 作为人类的希望 全军的指挥官 阿呆姐在干啥呢 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时候刘海哥灵机一动 打开大炮的红外瞄准装置 准备用自己当把子 靠近外星人 这样就可以顺利瞄准了 于是他大喊 就这样 大炮击碎了外星的战舰 但是按理说吧 人大炮瞄准的是男主 他怎么也得死了吧 然而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刘海哥不仅没有死 还当上了将军 我就纳闷了 凭什么 总之呢 这不重要 在回忆中才知道 当初刘海哥报考的时候 就已经看上了女主 所以才会来到这里服役 在令人感动的虐恋中 影片就这样结束了 看到这里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这部《上海堡垒》 觉得比竹谋眼圈还要烂 因为后者只花了几百万 而且你看的时候 还会因为这部电影的 沙雕操作而发酵 但是上海堡垒不是 这部花了三个亿的电影 可以说是全面大溃败 跟陆海的关系实在不大 首先这部电影 在世界观背景上 存在重大问题 在末日灾难的基础下 所有人没有丝毫的灾难感 平民百姓的生活 没有任何变化 大家不仅可以开店购物 甚至还能逛街遛狗 每个人都光鲜亮丽 包括这些战斗人员 在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后 依旧非常开心 不仅仅可以随意请假 还能谈恋 或者还去举把笨迪 世界灾难片史上 就没有这种弱智 且脱离实际的设定 其次在人物设定上 也很低致 诺大的世界指挥中心 仅有一个总司令和司令员 最关键的是 这两人完全没有做中速的觉悟 女主遇到事情 没有判断能力 在机器爆炸的时候 还在想 这件话真他妈绚烂 其他代表人类希望的四大废材 除了自爆 就完全没有任何才能 不过群射 这四个角色的作用 你就是拍条狗 你都没有任何差别 最后是剧情上的bug 在无数次的外星人入侵中 地球人这边没有任何的升级 每次都是敌人来了 敌人走了 你打我呀 至于总部为什么每次都被闯入 为什么一个后勤部小兵 可以控制上海大炮 为什么爆炸的开关 没有丝毫的保护措施 这些无穷无尽的bug 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再加上动作20分钟的强行感情性 通篇看下来 你会觉得非常出戏 尤其在逻辑性上 甚至还不如 拿个手机 把那狗身上拍个Vlog的好 好歹这还能拍出个故事 然而上海堡垒实在是差的太多 如果非要让我打分的话 100分满分会给2分 1分给特效 1分给帮助我睡眠 其他的几乎都是垃圾 好的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投币哟 我是最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